随着肖战米兰时装猪归来 他在国际时尚圈所获得的书役 也让他在内娱的光芒大盛 在WF6之夜上 媒体发现现场有多位业内大佬主动和他打招呼 更有大量照片表现 活动现场有很多大咖都夺肖战充满了好奇 四面八方的视线汇聚在肖战身上 除了影视圈对肖战肃然起境外 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蓝V都发文 也是肖战 与此同时 有媒体发现深圳卫健委这样的单位在相关账号发文 其所用配图竟然是肖战的画作 该画作是肖战上学期间真的作品 从肖战的介绍来看 他为自闭镇儿童创作了一个系列的作品 深圳卫健鬼所采用的 正是这个系列中的一张 该画作描述了一个阴阴着黄绿色光芒的孩子 他身体蜷缩 怀里竭力抱着一个月亮一样的球体 画里的孩子孤独而柔弱 所有的重量都压在那个球体上 准复画作充满了温馨气息 上人对猩猩一样的孩子 伸出呵护之情 非常有感染力 从画作就能看出 上学期间的肖战很有灵性和才华 不愧是设计专业的学生 从肖战的艺术造诣就能看出 他后来之所以能够驾驭 塑造出那么多经典的角色 靠的正是他极佳的艺术秀绝和能力 深圳卫健委作为一个严肃的单位 能够选择这样一幅作品来发表 也足见肖战作品的折觉 在绝望的文盲们相紧进出的时候 肖战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签 无疑是有不俗的典范价值 R27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肖战到处遇冷 很多圈内人和媒体刻意回避肖战 好在他并没有自我气馁 安自下决心提升自己的应素养 一方面不断地拍摄有价值的作品 一方面始终保持盛度的情操 最终肖战抵达彼岸 不仅在国际时尚圈声明缺起 在华语文化圈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从深圳卫健尾给肖战画作的青睐就能看出 肖战的优秀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无论是大众还是主联文化圈 都对肖战的艺术魅力所倾倒 随着玉谷瑶梦中的那片海等作品播出的时候 肖战会更加让人刮目相看吧 毕竟演员的立足点就是作品 作为粉丝 你看到肖战的画作出圈有何感触呢 欢迎留言讨论